我跟你講 當初爬塔啊 法師的一些建議啊 其實 關月都會蠻友好的跟我講這些東西啊 他也會勸我什麼的 就私下啦 我覺得關月私下對我還不賴 我還覺得他不錯 只是呢 我很討厭關月一個點 我說真的 我發自內心 我真的很討厭關月一個地方 你要我講嗎 我真的很討厭關月一個點 我真的賭然他這個點 要我講嗎 好 我來講 我去尿尿尿 等一下回來講 我真的很賭然他這一點 空軍最慘是分配到防炮 再來就是幾乎是其他單位 最爽的是內琴 我跟你說 我一開始是帶防炮的 我真的超級屌耶 我跟你說啦 空軍最鳥的單位叫做防炮對不對 要跳那個炮操對不對 不瞞各位說 當初一開始我下部隊中的就是防炮 那你們猜為什麼後來我可以轉調到刑情單位呢 猜猜看 是因為我利用我廣闊的人脈 調動的單位 還是因為我用我的美色男 我的美色技 誘惑了我們的司官長 把我調單位 我本來是防炮的喔 靠怕吧 靠關說 嗯 跟你們說啦 我跟你說啦 我那時候呢 在防炮的時候 我們要受訓對不對 然後你們記得 如果你是 你有在空軍受過訓的人 那個 我們在架那個槍炮的時候 飛機的 飛機的那個子彈啦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我講什麼 飛機的那個子彈 你們知道左輪手槍嗎 我這個會不會被那個YT禁言 應該不會吧 就是 那個防炮的那個機槍 我們那個單位呢 就是要掛 啊我是武掛的啦 靠北 講錯了 拍謝 我一開始是武掛的 武器掛載啦 不是防炮啦 幹 武掛啦 武器掛載啦 我的單位是武器掛載 後來被分配到 行情 就打掃的單位 我的單位是掛 掛 掛那個槍炮的啦 然後呢 我在裝那個彈藥的時候 裝彈藥的時候 結果手不小心 卡住了 被子彈卡住了 那個子彈一顆 比你的男教還大顆 一顆子彈 比你的男教還大 你就知道飛機上的那個子彈 是多大顆的 啊我那時候在裝子彈的時候 那個子彈是 一整串喔 然後你要把它滑進去的時候 我的手跟著子彈一起滑進去 這樣你們聽得懂嗎 我要把子彈 放進去的時候 那他那個子彈是一整排的嘛 像那個機關槍一整排的嘛 啊我要把子彈放進去的時候 我的手跟著滑進去 拔不出來 就真的拔不出來 所有的長官嚇歪了 所以呢 我就被調單位了 原來是天兵 沒有啦 幹 我他媽的讀書人 手無伏擊之力 手被卡到裡面 也是合情合理啊 我看起來 像是那種做出工的人嗎 我的手 是拿來計算機 是拿來打計算機的啊 我的手 是拿來摸我老婆的 漂亮的臉蛋的啊 怎麼是來 放子彈的呢 對嗎 所以真的那一次我被嚇到了 我以為我的手要截肢了 你知道嗎 我以為我的手要截肢了 長官就嚇傻了 然後 那一次之後 一個禮拜 不到三天我就被換單位了 老爹地餐好吃嗎 當然嘛 空餐比較好吃 怎麼拿出來的 他們趕快一直上游啊 他們一直在旁邊上游啊 就是那種很滑 再滑出來 沒錯 我拐八洞的 我七八零的 如果是戰車砲 那隻手早就不見了 對 還好我那次裝的是那個 機槍的砲彈 那時候突然嚇死我了 我以為老爹那個年代還有 黃埔驚笑 是在哭啊 幹 誰長好我 八五零 OK 反正就是我就是因為這樣了 然後被換掉了 輸不起就退一退了 好啊 好 OK 我退退你很開心的話 那你就 多多關注我的頻道啊 到時候我退了你就可以放鞭炮了 很 很恭喜你啊 你們要舔韓的去舔啊 再也沒有人阻止你們舔韓了 對嗎 沒有人阻止你去舔韓國人的懶趴 盡量舔用力舔 到時候沒有台灣人在這邊替你支持 你就整天在那邊 韓國歐霸 整天舔韓國人懶趴 你就慢慢舔 我們說台灣 台灣這些人都退光了 你繼續舔吧 看你玩的好不好玩 你就每天慢慢玩 我跟你講啦 NU團 台灣史奇團 等到台灣人都退光了 韓國人覺得你們沒利用價值的時候 然後 再來第二個 你們都跟一些語言不通的人玩在一起 你們久了也會無聊啦 我朋友因為太小 交女友都很快分手 怎麼可能啊 幹你娘 真的會有人在意這種東西喔 到底是能躲小 到底是 要想到什麼程度才會被人家分手啊 太誇張了吧 當兵的時候不就看過各種的屌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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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空軍的喔 我看不到幾個 基本上我沒看過啊 沒看過別人的 我也不想看別人的 我覺得很噁心啊 我一點都不想看男人的那裡 我當兵的時候呢 不跟人家一起洗的 真的 我沒有誇張 真的就這樣 我在心訓的時候呢 我寧願最後一個進去洗 我也不要跟大家一起洗 我覺得很奇怪 然後呢 下部隊之後我在空軍啊 空軍一個人 一人一間啊 有什麼問題嗎 男生脫下來 女生笑出來就準備分手了 跳 老丁我只有19歲 所以我看你們玩天堂 真的會刷新我的價值觀 我跟你說 很多人 天堂呢 有很多很多人 是砸生家在玩的 19歲的你 不要對世界產生的絕望 好嗎 不是每個人 我跟你講 只有在天堂你會發生這種情況 大家好像錢不是錢 天堂有個問題 大家都比較愛面子 其實 很多人是把生家拿出來在玩的 你不要以為 真的 除了白鬼老闆啊 或者是星星這種的 他們的金錢基本上是無限的以外呢 一個月賺一百萬也沒辦法像這樣花多少 我講出來很有說服力 我說真的 我自己是 我自己都撐不太住了 我的收入在台灣應該也是PR99.9的 我跟你說 我這樣玩我都會痛了 我聽太多了啦 玩天堂玩到沒錢的 貸款的 什麼的一大堆 欸幹 筆爐喔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還要我筆爐 我跟你講 當年有一個實況主啊 他來請我 買了一個帳號來玩 玩沒多久就賣掉了 然後呢 他也撐不住了嘛 對不對 我跟你講 這大家都撐不住啊 是嗎 真的啦 我跟你說真的啦 所以我跟你說啦 這遊戲真的很多人都是拿生家在玩的 我開玩笑啦 說真的 小充他花的錢 只是他收入的冰山一角而已 媽的 他花的錢他都 他很肥的 你傻傻的 禮包哥買一個月三十萬 你一個月要賺多少錢 才會對你花三十萬沒有感覺 我跟你講 基本上一個月要賺到一百萬起票 你才可以每個月花三十萬左右 然後 不會那麼有感 基本上你一個月要賺至少一百萬 你如果一個月只有賺五十萬 你花三十萬 你當然會痛啊 對嗎 基本上你要在天堂W所有禮包 更好更滿 我認為你的月薪 沒有超過五十萬 真的 你都是有點 有點 有點花太多 我說實話啦 如果你一個月收入沒有超過五十萬 你把天堂W的禮包更好更滿 那你有點在 我說真的 有點在超知了 人生到哪玩到哪 因為我跟你們說為什麼會這樣好不好 我以前玩天堂W的時候 我也曾經一度懷疑啊 幹怎麼天堂W的人 大家花錢怎麼都花到那麼有錢 我以前認識一個超級大課長 我以前玩天堂W的時候 我認識一個頂級課長 我相信很有名啦 你們應該也都聽過啦 結果後來我沒玩之後呢 我聽說 他 他捲款逃跑了 就一堆人被他騙錢了 而且兩個 很有名的 一個是直播主 一個是很有名的 就 我都說也是嚇一跳 幹 當時我在玩他那麼有名欸 然後電我私底粉專 幫我看一下那位信不信得過 幹不要害我啦 幹 跟你講 我一律建議面交 我跟你講一律建議面交 你如果要我保證的話啦 小沖可以啦 小許可以啦 丁特可以 我可以 黑倫可以 其他的我 我想到你可以再吃我好不好 啊我一律建議啦 全部面交啦 包括我也一樣 幾百萬欸 不要開玩笑 出事我也沒辦法替你扛啊 不要為了省事他媽的不面交啊 有名的直播主是五個字嗎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一直挖坑給我跳啦 幹 這個不是大家都知道嗎 所以關月不行 啊關月可以啦 哈哈哈 幹 很多我想不起來嘛 對不對 建議還是面交啦 建議還是面交啦 全部面交啦好不好 老街看過關月本人嗎 我沒看過 但是 有機會我會想見見他啦 因為其實我說實話 我覺得關月 對我還蠻客氣的 有機會我會想認識他 因為 跟你們說實話 其實關月在這段期間 對我還蠻 蠻友好的 就是他會 告訴我一些法師怎麼玩的想法啊 然後 就 對我還不錯啊 所以我會願意 我會想跟他見見面 如果他 有一天我們兩個都有空的話 但我說實話 我很難約著 我真的很難約 我說實話 我是真的不好約 看你怎麼都沒學到 幹 我學很多好不好 我的技巧跟關月差不多啊 他如果100 我就是99啊 幹那個講問號的全部給我禁言300秒 我跟你講當初爬塔啊 法師的一些建議啊 其實 關月都會 蠻友好的跟我講這些東西啊 他也會勸我什麼的 就私下啦 我覺得關月私下對我還不賴 我還 覺得他不錯 只是呢 我很討厭關月一個點 我說真的我發自內心 我真的很討厭關月一個地方 你要我講嗎 我真的很討厭關月一個點 我真的賭然他這個點 要我講嗎 好我來講 我去尿尿 等一下回來講 我真的很賭然他這一點 OK了 我跟你們說我賭藍關月哪個地方 就是呢 他的法師太強了 為什麼我這樣說 因為坦白說 我都會看他的直播看他法師大概怎麼玩 然後呢 他魔攻 譬如說他今天魔攻80 我就會說 嗯 幹他都80了 我也要跟上 然後呢 幹你娘啊 就一直噴錢一直噴錢 然後那個不划算的我也在弄 然後 就會一直跟上他的腳步 害我一直花錢 操你媽 就是這樣 哈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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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